我们今天是在 Bristol Hotel Oslo的Bristol Hotel 今天早上吃的那个早餐 这边实在是很漂亮 每个东西都很精緻很漂亮 这边听说是 挪威最好的Hotel Cobristol Hotel 哇 好棒 沿着这边的东西 最后再吃 很小看到地管会得到这么多的 做得很快 在欧洲吃早餐的经验 是他们都很健康 他们有很多毒类的东西 吃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毒的 漂亮 好 这边可以 这边好吃可以给你说一些 莫蕾之类的东西 挺好 漂亮 先来切丝 早安 早安 今天在Oslo第二天 我们今天早上要走路 打算去皇家公园走走 路过这个地方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感觉好像我们到行政区 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还蛮漂亮的建筑物 今天几度60 有点风有点凉 但是不会非常的冷 走一走应该就会热了 我们现在去皇宫的路上 天气现在是51度F 有点凉 不会很冷啊 但是彼此过敏 还是戴个口罩比较好 不会溜鼻涕 在室内比较多 如果能为这边天气都阴阴的 可能要下午 昨天的下午3点他也要才出来 哇到了 这就是皇宫 不知道是哪一个皇帝 奥古斯夫 地区师 不知道 他这边都是奥古斯夫 这边有两个小兵 看他们是不是要交接 他们在交接了 现在是几点钟 我看看 8点快半 8点20分在交接 好回去了 他女兵还可以绑辫子 好人 我去坐那边你知道吗 来了 他们可能要来跟他交接了 这边是挪威 在奥斯罗的皇宫 我刚从前面走到后面 这后面就是个小池塘 小花园小池塘 现在没有那么多的花 多一点点的花 刚才看看 很运气很好 看到小小兵交接 好好玩 一大早没什么人 真是好啊 这边离旅馆真的很近 走路就到了 我们的旅馆是 Bristol Hotel 是奥斯罗最棒的旅馆 真的很棒很高档 很开心 我想这是旅程中 最高档的饭店 然后最好吃的晚餐跟早餐 哇 鸭鸭 这边鸭鸭都好胖 国外的鸭鸭都养得很好 不管是鸭子或鸭都好胖 好大隻 好啦走完这一圈 我们就可以回到旅馆 去跟他们集合 今天呢 基本上的行程都是看museum 天气不好 走室内是好 比较不会冰到里面 但这种天气 对北欧人来讲 应该是好天气 哈哈哈哈 Camila Colette 不知道 他们的历史人物每一个认识 真的长得很不像的兔子 好丑的兔子 一点都不像兔子的兔子 头太长了 这怪兽吗 口袋怪兽吗 好奇怪的装置易度 然后还有一个彩虹的gay 这个gay太矮了吧 设计给小朋友的 我们的时间够吧 这个是什么 这是装置艺术 到现在艺术真的是看不大懂 好嘞 还不错啦 这个跟 植物园很像嘛 跟台湾的植物园很像 对 这天晚上 我们进去这些 有两个市场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外面 几个小山 尤其是 今天 这些地方 我们在另一个小山 它真的像一艘船 and before we get down to the bridge you will see a statue there of a Norwegian lady her name was Hirsten Flagstad and she was an opera singer and many people say she was the voice of the last century this is how important she was Vagen was her speciality and she was also the first director of the Norwegian opera so now you can see the library again coming up to the left and then you can say hello to Hirsten Flagstad, the opera center singer, you know, to your wife soon today we have another very famous opera singer in Norway Lise Davids aluminum plates up on the walls but I'm quite sure there are more than 50 shades of air which helps a little bit, doesn't it? and easily between 40 to 50 thousand you know why? because of the western islands all the pollution would go to the eastern parts because of the western islands in all the cities up here and the old days and they was told for heating up the house then they was told for heating up the house this is Norway'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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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Ski job 挪威的滑雪場奧林匹 這裡是挪威的滑雪場 專業級的 奧林匹克曾經在這邊舉辦過 好高 就Ski jump 滑下來然後跳 看誰跳得遠 好高的跑道 好可怕 站在上面 剛剛站在那邊頭都暈了 我只站在一半的地方而已 頭都暈了 那他們還要更上面 好可怕 剛才有做那個模擬 模擬艙的那個 滑雪企業 很好玩 這邊是挪威最大的公園 裸體公園 裡面有很多雕像 都是裸體 這是生命 全圓 現在 什麼之類的 這是第一個 雕像 之後還有很多 後面前面那個柱 好像是生命柱 還什麼之類的 這邊是最大的裸體雕像 挪威的最大的裸體雕像公園 後面是生命柱 後面是生命柱 這邊有一個噴泉 很多人扛著那個噴泉 真命的力量 好大的公園 很多人體雕像 這人體雕像全都裸體 從年輕到老到死亡 往往去走一圈 這邊是老的 Alan是走相反的方向 從這邊可以看到 從老到年輕 在說明 有很多花藝 在說明 taxpayer 搭檢測 或貴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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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要不要走 你慢走 啊 你去哪里 不错 咱们那个山洞 我们就很高兴 我脖子 我们现在是在挪威 我们在挪威 Oslo这家很有名的餐厅叫什么? 会念Soljan Something 我们来试试看有名的海鲜餐厅 看一下镜头 我们这个是我们来吃有名的餐厅的中餐 这个第一道菜是什么? 沙门 西夫式 那是什么东西? 然后Muscle Fish 可能沙门 一些鱼汤 就是鱼汤很有名 来试试看吧 挑根 你就在那边 你都是怕怕的 好大的欸 好烫 这是鱿鱼 这是鱼 沙门喔 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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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Muscle 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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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吃 快吃完了 现在我们的主餐来了 这是白鱼 还有鱼 加寿司 加萝卜 青菜 还有 葡萄 吃吃看吧 海鱼的色很漂亮 它配色很漂亮 旁边还有那个 绿绿的寿司在那边 准备 来吃吃看 我要吃 吃吃看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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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一口 来一口吃吃看 很像他给你的这个寿司 一口吃吧 一口吃完 我没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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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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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什么样啊 好好吃啊 好嫩 这是最后一道 甜点 是 Bullberry Cheesecake 跟Bullberry Moves 上面还有两口 Bullberry 感觉上它这边 Berry是很高的好吃 因为这边是 北欧 很难种这种 热胎食物 你如何 好吃 我来吃饭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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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 建筑物 都很喜欢把它弄成一个船的造型 很好玩 这是另外下面是另外一家餐厅 Lobot 上面是附家 没有 最后一家餐厅 做事 吃饭 只顺赞 做事 吃飞 是 我們現在在Oslo National Museum 這邊有點是咖啡地 那一個是藝術作品 很漂亮的牆 Colorful的牆 很漂亮 我在挪威Oslo National Museum 這後面就是他們原住民 最原始的建築物的樣子 很像一股爐 但是是用木板 土堆大成的房子 很不能想像他們是住在這樣的簡陋的房子 這邊好像有門耶 這邊有門耶 這邊有門耶 可以進去看耶 好小喔 可以進來耶 就這麼一個小的空間 真的很像一個爐耶 有那些草木頭的味道 我們現在在那個 National Museum of Oslo 這是Monk Advum Monk的真機 Screaming 我們現在在挪威的Oslo City Hall 這個後面有兩個塔 現在正在維修中 但是導遊說是免費參觀 所以等會我們要進去走走 好 20